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9月8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一帆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在YouTube还有Facebook关天下粉丝页直播 观众朋友也可以加入荧幕画面右下角的QR Code 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下面一开始先来看的是性骚扰的相关防治 性骚扰自古就存在 新北市政府在8号这一天的性骚扰防治记者会当中 秘书长许玉宁他表示 80%的女性有过被性骚扰的经验 却因为碍于一些顾忌而隐忍着 新北市政府与法律辅助基金会新北分会 透过金句春草闯堂 传达面临性骚扰或者是强权压迫的时候 应该勇于挺身说步来维护自身权益 在今天8号的性骚扰防治记者会上 秘书长许玉宁表示 有一方用语言或行为对待 只要对方感觉不舒服就是性骚 依据统计的数据显示 台湾80%的女性有过被性骚扰的经验 新北市被害人女性比例更高达9成6 但因在传统性别不平等的观念下 女性又居于性别中的弱势 自我保护能力较为薄弱 因此必须鼓励女性勇于向性骚扰部 80%其实你都经历过 你也不要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 我觉得男女都需要受教育了 有时候男生其实没想太多 可是变成玩笑过了头 什么叫性骚扰 对我们的法律定义就是 只要被骚扰的人感到不舒服就成立了 那当然要有一些具体的市政 各个机关也有相关的单位 所以生活在现代的社会的女性 还是要勇敢的表达表述 这样的一个想法 成端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新北分会 美和国光剧团 借由京剧春朝闯堂表现惊喜对比 鼓励现代女性别再像古代女性一样委屈求全 不需再等待英雄来搭救 面对性骚扰时只要大声说不 勇敢求助 人人都可以成为守护自己身体的英雄 我是不是可以把法治教育 跟京剧结合在一起 因为这种结合才会让人家 不是说一个律师在台上 跟各位讲不要性骚扰 性骚扰会触犯性骚扰防治法 性别平衡法等等的 而是用戏剧的方式去表达出 非常具有现代关联性的议题 跟传统京剧结合在一起 那么让大家可以在欣赏到 这个京剧精湛的表演艺术的过程当中 也能够关注到我们自身的 这个跟在这个生活当中 仅仅就是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 生活的情况 再一次热情的邀请各位 绝对不要错过了9月11号下午的 这一场春潮闯堂的演出 浦光剧团预定在9月11号下午 在新北市政府三楼多功能 集会堂演出 春潮闯堂公益场 邀请新北市若是家庭 司法官 律师 社福团体 妇女团体 老公团体 教育团体 新住民团体 一起来观赏 接下来分享社福长报道